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看看虎虾 好 这么大一只 我首先将融入冰箱 然后将头切去 将壳去掉 融入后 会有点水 我们也要洗一洗 浸一会 然后洗净 然后将壳剥掉 现在将虾头剪掉 然后将壳剥掉 我们会在这些位置开一刀 剪的时候 将里面的虾腸拿出来 直接可以开得到 非常之简单 如果看到有虾腸 里面有虾腸 直接将它拿出来 里面有虾腸 将它拿出来 里面有虾腸 将它剪掉 尾部份会留一点 将它剪一剪 好 这样 虾下面有些根位 平时大家煮的时候 一煮起 虾腸就会这样弄起 是因为这个根位 它熟了之后 它就会收缩 虾腸就会这样弄起 但今次我想煮起来 很大只 这样直 我们将下面这个位置切几刀 等它煮熟了的时候 就不会弄起了 好 轻轻地切几刀 看不见 现在剪了一点 就差不多了 另外上面这些位置 我都会剪开一半 稍后炸出来的时候 就会很大只 就是这样 好 刚才虾腸切好了 切好了 现在会加少许盐和黑胡椒 醃一会 少许可以了 不用太多 少许盐 要摸四份一茶匙都可以 接着加少许黑胡椒 先醃一会 然后准备配料 接着我们准备三样东西 有面粉 面包糠 和鸡蛋 三样材料 好 现在打起鸡蛋 接着把它拌匀 好 差不多 现在 刚才的虾已经醃了一会儿 那我们会怎么做呢 首先 把它蘸入蛋漿 然后 然后 黏在面粉上 看看你喜不喜欢 这些粉浅厚一点 就会脆一点 如果想厚一点的话 咸完第一次 再咸完一次 再咸完一次 面包糠 面包糠 对了 差不多了 刚才的虾 搞定了 这样 现在会烧热一只锅 加入油 差不多了 不用太多 现在把油烧滚了 然后才开始炸 可以用一些面包糠 可以用一些面包糠 看看它 滚了 如果起泡就会滚了 看到吗 是少少热的 现在还没滚 我们可以再烧一会儿 看到它现在出烟 就差不多了 接着可以放些虾炸 很快就已经是金黄色了 可以拿起了 大约炸一至两分钟 大概炸一至两分钟 基本上它还没熟 我们会用中火 看到它表面金黄色 就差不多可以拿起了 好 哇 几只 先试一只给大家看看 嗯 嗯 超好吃的 嗯 就这样加沙律酱也很好吃 所以这只蝗呢 肉质很爽 所以其实很简单的煮 也很棒的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 喜欢这个食譜的话 我今晚快点试一下 哇 真的很好吃 超棒的脆脆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点点钟仔 就收到我最新影片的讯息了 如果你想看什么食譜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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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